好 画面就用一下吧 来 首先先做一下 因为当你在做进口分析 进口资料分析 第一个应该会放的 我想应该是 这个进口总值是多少 所以在现有拿到资料的期间 所以我们会先画这张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请勾进口日期 请问这个时间大概可以了解 就是假设你今天要做某几年的分析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通常我们会放的 这个通常是我们会放的 有没有看到 好 假设我今天 我只要看2016年 年底2017年开始 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逐渐上升 逐渐上升的一张 好 所以这个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我觉得蛮常使用的 好 所以请点它 然后内容就是勾进口日期 你就可以开始去玩这个卷轴了 这个是通常我们会放的 这个是通常我们会放的